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青烏川流域周圍的一些概要 同樣的畫面在您手裡的資料上都會有的 這個紅線圈是我要向大家介紹的區域 它的一個特點上部是北 由北一直到這裡是大阪灣 這邊是叫做電川 流入電川 南部有大河川 東是伊駒山地 西側是上町大地 在它的這個方向有山脈 小山又不是很高 這邊有一個稍微高地的地形 是 这个红线所圈的地域的面积近大阪府的七分之一的面积 它的面积是268平方公里 流域的人口是273万人,大阪府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流域的居住人口是273万,整个占大阪府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流域的东西,南北,流域的断面图在下边 那么如果南北来分的话呢 这个北部有这个什么,这个电川河 它的南部呢有大河川 那么东西的情况下呢,它的地形的高地的吩咐呢 在下面的图就可以看到中间还有一个大阪城的 所以东西方向,南北方向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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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南北来看还是东西来看呢 它中间都成了一个凹布 是一个呢对水来讲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地形 雨下雨的時候,因為它中間地域比較蛙線,兩邊的河岸反到高,雨水不能流入河內,這是一個不理想的狀態,我們只能透過水泵,把水抽到河裡去 這是一個水破壞的地域,所以昔從浸水被害有很多地域 因為這樣一個糟糕的地形在過去,總是在下雨的時候會發生更多的災害 還有另一個特點是 從下水道抽到河裡的這些所有的雨水到最後呢,通過各種河流發現都會聚到這個叫做金橋烤的地方 在過去啊,這個金橋烤這個地方呢,各種河流聚集的地方 經常會發現呢,這樣那樣的一些水害,這樣的話呢,是一個非常令人煩惱的事情 行為? まず一つ目是,可動改修,河を広進深地掘開工事 針對這麼一個呢,不是很有利的,從軍道一個,京橋口這樣一個,特殊的不特殊的不利的畫面呢,它們進行各種製水的方法 首先呢,講河道,和深,海徒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昔是这条河和这条河 日本的河流了 这张图片表现了两条河川 这条河中有人住在两条河中 反正有人还在居住 这条河变成了一条河 这样的话呢 下面的图片把它加宽了 变成一条河了 这条河中也发生了浸水被害 一条特徴的是 工程中的浸水被害が起来 家中的堤防 在这个改修公司的时候 最后呢就发生了这个 渗水漏水的一个事情了 这样的话呢在人的 在市民的居住的房间内呢 来建筑呢 防水的提 河霸 不能说河霸 提防吧 啊 工程が完成すると こういった堤防 すごく高い4m ぐらいありますけど この堤防 を作って今は水が溢れないようにしてます 到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街道的景象是什么呢 河流和市民居住的房屋中间有非常高的一个房地 很高的 基本的改造方法呢 是改造河流的宽度和实断的深度 这是基本的 还有其他的方法 一つは分水路 一つは有水地 那么两种方法 由于表现的话 一个是分水 一个是有水池 分水路というのは 川の水が全てここに集まると ここが詰まってしまうので 違うところに流す 大きな淀川に流すところを 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とか あとこういうところで流す施設です 所谓的分水呢 大家可能容易理解了 把它分流 由于全集中到这里之后 这里的一个情况呢 把它从其他地方 死雨水的 不有的水排出去 先前有这么几个地方 有水地というのは 川から水が溢れないように あらかじめ川から横取りする 烈流させるような施設です 所谓的有水地呢 也就是说建了几个很大的人工湖 那么有河流呢 一个装满的下一个 有这种感觉 ここも有水地の一つです 这个地方 所在地 就类似于这种分水方法的 一个地方 これは違う場所の写真ですけれども 通常はこういう形で 公園とか野球場とか テニスコートという形で 使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 雨が降って川の水が上がると こういった形で水が溜まるように 虽然呢 这张照片指示的不是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近々很相似啊 一般都什么样的构成呢 运动场 往来以后还有油园 小公园呢 还有真正出水的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是呢 大量的雨水降下之后呢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はい 老板 で で で こうすることで 川の水が減る 減って最終 ここに流れてくる水の量が減ります はい 虽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呢 集中雨都从这里出去的话 这种现象就避免了 はい はい 別の施設がありまして これは地下河川と言います はい 那么呢 还有另一个设施 先给大家介绍 这个呢 地方 我们叫它呢 地下河川 はい 地下河川は下水管が溢れて マンホールから水が吹き出しそうになる時に 下水管から水を取っていって 最終地下に掘ったトンネルに水を流します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呢 由下水道 下雨了 下水道呢 大量的雨水呢 这个 这个 鞠在那边之后呢 回復 这个溢出来的 溢出来之后呢 通过客人の管道之后呢 由 就是水流到了地下河川 由它进行台线 台湾 寝谷川流域では 北部地下河川と南部地下河川 という二つのトンネルを掘って 水を溜める流す施設として使っている その他にも流域調節地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 刚才介绍了地下河川引流的方式 那么还有呢 建立这种小池子 来进行调解雨水的多少 はい で後で見ていただきますけれども ここのこのラグビー場というのが あそこに見えてますけれども その横にも流域調節地があります 一会呢 会大家带大家到近处的进行观看 远方 发展开了个图片 那边是这个 橄榄球的 这个应该是英式橄榄的 一个寨度这个 运动场 旁边呢 就有相关的 这个调节水量的一个池子 はい でこの施設も下水道から水が溢れそうになった時に 地下の池に水を溜めるし はい 那么呢 这个池子呢 就是呢 由下水道的管 撥水的水流到这个池子里 放来以后 它进行调解量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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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去年7月に降った雨の時の効果の写真です はい 这一张示意图呢 它表现的在去年的7月份呢 这个下了很大的雨 那个时候呢 相过的一些情况 はい 去年7月時間雨量30ミリの雨が降りました はい はい 当时呢 在去年的7月份呢 下的雨量多少呢 一个小时 浮了 下了30厘米的量 平成7年にも同じような雨が降りました 平成7年であれば1997年かな 在1995年か 1995年か 1995年的时候呢 也有一次呢 大阪呢 有一个好雨的一个季节 はい 昔は2026個の浸水被害が起きました 在这个过去呢 也就是说呢 在25年前差不多吧 有这个红颜色所表示的数量呢 是表示呢 受水的災害的一个地点的数量头 はい しかし 治水施設をいっぱい整備したおかげで 去年は浸水個数が3個でした はい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在去年呢 下了很多的雨 在25年前 一样下了很多的雨 那么当时呢 这个20年前呢 有这么多被害的地点 而去年呢 警告呢 没有 はい はい で これがここの野球場のところの写真です これ野球場 はい OK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附近的 一个棒球场 附近的一个照片 はい 水が溜まっている様子が見ると 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雨水堆移在那里 はい こちらが先ほどご紹介した地下河川の写真です はい はい 重量的化身は208万ドイン 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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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